台湾的母子 在台北大安区新生南路和平东路一带 被称为天堂之路 因为这里是台北外国宗教最密集的地方 清真寺、凌凉堂 通通都聚集在这里 在这么有异国风味的地方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伴手礼不是蛋糕 我要跟大家推荐一间我最喜欢的肉干店 而且这间肉干店是超级老字号 吃过的人都说棒 而且连结的时候 送这个肉干当伴手礼绝对不会失礼哦 走吧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间肉干店 早期是各大品牌的肉品代工厂 我们味蕾中记忆的台湾味肉干 可以说就是这家店所定位的哦 请问一下这个可以试吃吗 可以呀 我们这边柜台可以试试 可以尝尝看 这边有试试都可以尝尝看 还要果酱的耶 所以大姐你也是来买伴手礼的吗 你要送回来还是自己吃 自己吃 自己吃 那你是从小就吃到大吗 因为我在美国 没有牛肉干可以买的 我都自己整 在那边烤果汁的 自己烤 超厉害 所以牛肉干是不是算台湾的特产 我觉得是 因为美国没有调作 所以你每次回台湾是不是特别想念 台湾的牛肉干能够成为代表性的伴手礼 就在于多汁有嚼劲 虽然名字叫肉干 但是却一点也不甘涩 这跟邻居国家的肉干比起来 可是独具特色哦 味道都站在这里一直一口一口一口 试词完全停不了耶 就你们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秘诀 或者什么秘方在做啊 这个的话 待会你可以到我们的总公司深坑 可以去看看 味道 还露吃一个口味 跑回来吃 真的啊 我的好吃 麻辣最近是超元气热卖 好吧 既然都已经来到这里 应该要到他们的工厂去看一下 制作牛肉干的第一个步骤要先炖煮 然后经过切片之后再入料炒制 收干之后 最后一步就是烘烤啦 整个过程可是需要整整30个钟头呢 你好 请问这个是在干嘛啊 因为我们的牛肉干啊 牛肉煮好要切厚薄的时候 要有一定的厚度 你看起来好像很自身都对 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 我其实做这个东西啊 讲得不好意思 我做了63年了 63年 我15岁毕业就做 习生就开始做了 我毕丑就是做这个东西 所以你是这里的 看头看尾啦 这一位拿着吃仔细凉的 原来是董事长耶 所以龙肠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天天都吃牛肉干 所以看起来保养的很好 不错啦 因为牛肉很多营养 假如我们刚开始说 三四十年前 那假如又吃到牛肉干 那不简单啦 太贵了 以前的牛没有这样营养来吃 给来吃 就是种田的牛啊 人家也选不得吃 刘董事长出生在新竹的穷苦农村 他励志以后一定要有一番成就 这个啊 你全部就更贵了吗 这个啊 一条牛里面只有两个这个 夹心的前腿的地方 里面有个筋 这个有个筋 圆圆的吃起来很过瘾 很过瘾 很过瘾 那也可以用差一点的 又不要这么贵的啊 做的品质就没有这么好 那这边这个是已经可以吃的了吗 可以是可以吃 现在还没干 吃起来没有这么好吃 这样就可以吃了吗 可以 熟了吗 熟了 我们这个是传熟了 这样就很好吃耶 你确定这个还要再烘啊 对 还要再烘啊 它要到 不知道明天早上才能出卤 董事长你的调的那个 卤的那个香味 香料很入味耶 对啊 所以切的时候 后果非常有关系 太厚呢 里面吃不进去 就不会那么到地 你太薄的话 太烂了 吃起来烂烂了 也不过瘾 零点几公分的些微差距 竟然可以成为肉干 好不好吃的关键耶 难怪有句话说啊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我们货真价实啦 我们是四牛肉干 非干流用 我现在把乳包在上面 把乳包在上面 台北这个都市一向给人心潮花俏的印象 不过我嘴里吃的肉干 却是扎扎实实的好味道 一个烙印在台湾人记忆中的味道 把它当作伴手礼 送的不只是美味 还有对这块土地浓浓的情感 吃完了台湾精致的牛肉干之后呢 要带大家来吃一个大陆北方人很擅长的面食料理 那这里呢是仁爱鹿圆环 在大街上是有看到很多好吃的大餐厅没错 不过我要带大家去找的是巷弄里面的美食 在仁爱鹿圆环附近的小巷子里 你可以发现这里有很多的面食餐馆 因为呢这一代早期聚集了许多来自山东的外省人 他们用拿手的料理在这里落地生根 诶 你们不是有葱油饼很好吃 可以给我来一张葱油饼吗 没有 那葱油饼现在后面还在做的 哇 进到人家厨房来了 老板娘 你好 好 哇 诶 正在做诶 请问我如果在这里等的话 可以迟到等一下刚出炉的吗 刚起锅的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太好了 偷偷寻一点好了 你这样子干 面团这样子 直接放不敢了 那你直接 你这样你才了解 赶下去 因为它里面有那种气泡 对 它很浓 盐巴下去 盐巴 油好平均哦 在吃的时候 它才不会咬下去 一口是咸的 一口没有盐巴 不然客人吃到一块很咸的盐块 对 好 这一块我们要吃了 咸的盐巴 老板娘家的饼都是用冷水面做的 吃起来嚼劲十足 更厉害的是放凉之后再吃 饼皮依然松软不发硬 搭 哇 哎哟 哎哟 米娅 那个你先不要弄好不好 我这边弄完了 妈妈你不用急 反正他们那个打电话来 你就接单就行了 接不下 奶奶很急着要忙嘛 可是呢 老板娘其实不希望老奶奶太忙 一直跑进来厨房 关切进度的秦奶奶 今年那已经92岁了 当时因为怀念家乡的味道 所以一手开了这间饼店 葱油饼 韭菜盒 豆腐卷 就这简单的三样 满足了许多人的思乡情 好香哦 这样子要对折 对折 对折 蛋一下 要对折 是这样 我第一次学到 它是这个样子 你要这样子吃 你这样子吃刚好 它的馅才不会掉 面皮跟馅通通吃掉 好好吃哦 怎么会这么好吃 好吃啊 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因为它新鲜 我就 我每天吃我都觉得很好 我做的东西真好吃 我们家 我们做面食的时候 我妈妈会做 我们都不会做 后来我就想到 难道有一天我妈妈老了 要是不会做的话 那我们就吃不到 这个技术也就失传了 奶奶 您的这个葱油饼好吃 一个是道地的台湾味肉干 一个是山东奶奶的家乡手艺 两家老字号的店铺 都在台北大安落地生根 台北这个看似绚烂的大城市 我发现只要仔细寻访 每个角落里都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谁说大安区都是贵松松的高级餐厅 在香弄里也有评价美食 湿冷的冬天来蹲火锅 不止暖胃也暖心 精彩内容马上回来